巨大骨架创伤后,只是微微一晃,骨架上灰白光芒流转一下,那些孔洞就弥合如出。 对普通修士来说致命的攻击,竟对此魔头不起丝毫作用。 韩丽眉头皱了一下,看来不先将前老魔击杀,这五子同心魔很难灭杀掉。 巨抠楼看似动作不快,但几个大步后跨出了一大段距离,到了归零的面前。 一对空洞洞的眼神血盲一霎,两只骨手虚空朝自己身上一抓,两节肋骨竟然飞出体外,化为了两口胀许长的白刃,一把抓住。 略一挥舞了一下,碧林色的魔艳片片浮现而出,归零所化的巨人剑刺,冷哼一声,抬腿抢上两步。 举起手中巨斧狠狠狠地一劈,银芒闪动,轰鸣声随之响起,巨骷髅两手一推,手中的骨刃一下暴涨背去,也不甘示弱地交叉一迎,就在头顶处硬生生地架住了巨斧。 此魔头仿佛也力大无穷的样子,龟灵对巨斧被架住毫不意外,随即目中一色一闪,口中嘀喝一声。 虎戏! 一片荧光闪动,斧面上浮现出了一只巨大的兽头,仿佛一只长着独角的白虎样子。 此兽血盆大口一张,半截身子闪电般的一探, 竟一口将巨骷髅头颅咬下,三下五出二吞进府中,马上又缩了回去。 这银色巨斧不但是一件凶刃,竟还拥有着自己的气灵。 这一下不禁让韩力震住了,化为血影的钱老魔也吃了一惊。 归灵丑妇所化的巨人丝毫迟疑没有,手中巨斧挥动如同车轮一般飞快,无头骨架,彻底被大团的寒光照在了旗下。 咔嚓之声响了起来,凭借着此斧锋利和浑身上下的距离,瞬间将巨大骨架斩成无数段,碎骨掉落一地。 手中巨斧方一亭,归灵一张口,喷出了一股黄色妖艳,罩住了地上的残骨。 惊要一口气,彻底解决掉这无子童心魔。 不过远处的前老魔心中惊恐过后,倒变得是镇定下来。 剑归灵用妖火炼化与其性命攸关的魔头,也不言语,两手一结印,心中一摧魔弓,熊熊燃烧的黄色妖艳中,立刻刮起了一阵寒风,让火焰声势一脸。 无缕晶莹黑丝在黄妖艳中浮现而出,接着击尸而出,在十余帐外爆裂开来,五股灰白之气从地上窜出,随即雾气一散,五具洁白骷髅晃悠悠地重新出现在那里。 恍魔无形?想不到,你竟让紫魔化神连这种神通也修炼成了,就不怕有朝一日被反噬吗? 反噬?老夫只要小心行事,又怎会让他们有这等机会? 前老魔淡淡地说完,神言一动,就要催动魔弓更紧。 转眼间五具人骨往外一扑,重新合为巨大的骷髅,然后两手一动,立刻幻化出两口骨刃,狠狠扑向丑妇。 这一次,龟灵并没有在催使巨斧上的凶兽攻击,而是挥起巨刃和对方站在了一起。 只见一团寒光和两团稍小些的白气,在两个巨大深区间不停地激烈碰撞,轰鸣之声震耳欲聋,整个大殿都为之颤抖不停,随时都可能会坍塌下来的样子。 韩力眯着眼睛看着这一切,虽然龟灵恢复法力,又变成了巨人之身,附近残于北极圆光,似乎无法对其造成什么损害。 但是显然,无论巨大树还是其身上的血红战甲,都不可能比那巨大骷髅在北极圆光中待得更久,此战还要速战速决才行。 如此思量,韩力目光朝远处血影看了一眼,眼中绿色一闪,神念操纵,头顶阳环微微一颤,血影身后一下射出了数条银链来,如同毒蛇一般无声无息。 前老魔同样在思量着应对韩力二人的对策,不知是其自恃不死之身,还是在北极圆光中,神石被压制得太厉害,等银链都到了近处, 才猛然察觉身形急忙一晃想要避开。 但银忙骤闪,七八条银链出其不意之下,一下洞穿了老魔的血影身躯。 老魔先是一惊,但低手看了看身上洞穿而出的银链,面上就显出了一丝阴冷。 这点伤势对他来说根本不用在意,回复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。 但马上前老魔就发现了不对劲,这些银链洞穿后,竟没有就此消失,竟如食指一般凝结在其身躯之上。 他还闪动着微微的银芒,老魔神色一变,迟了。 韩丽淡淡一声,那数条银链顿时如同毒蛇一般盘旋,竟就此将血影死死缠在其内。 略用力一勒,就将那血影硬生生地撕裂成七八块去。 老魔又惊又怒,残破身躯化为血物往一侧射去,然后一聚就要重新凝结出魔区来。 眨眼间那几根银链就立刻如影尾随而至。 同样的一幕在尚未幻化成形的血影身上上演,像是丝纸屑般,再次将前老魔的魔区硬生生地撕裂成数块之多,根本不给老魔凝行着时间。 如此一连五六次,血物明显比先前稀疏了一些。 找死! 一声爆喝从血物中惊怒地传来,前老魔显然发现不妙,在这北极元光中, 他就是将血物飞顿得再快,寒厉都能随时将四周飞快地凝聚出数条银链,他根本必无可避。 当即血物不再幻化凝行,反而是往中间一聚。 血光的上面一闪,刹时间出现了一颗拳头大的血色珠子。 此珠鲜红似血,闪动着妖艺的光芒。 一股闻之月偶的血腥之气,从珠上散发而出,让人一看就知,绝对不是寻常的宝物。 血末珠? 寒厉一见此珠,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,脱口叫出声来。 你真当老夫怕了你,拿小命来! 老魔声音静从那血珠上传出,随后此珠就化为了一道血芒,直奔寒厉这边激术而来。 一副暴怒要拼命的样子,寒厉深吸了一口气,不敢怠慢单手一扬,一连数道法诀打在了头顶的扬环之上。 顿时血魔珠飞顿的途中,一下浮现出十余条锁链,纷纷光芒一闪,击向血珠。 血珠顿速奇快,但仍被这些银链一一击中,一阵污名声从珠上传出,在绿光闪动中,这些银链就被轻易地反弹开来。 寒厉面上丝毫表情没有,一只手一翻,顿时一团金色电光在手心中浮现,另一只藏在宽袖中的手掌,却一下仅扣住了三燕扇的手柄。 老魔已经将原神原鹰藏在了血魔珠中,想要灭杀它,看来还要摧毁此珠才行。 血魔珠在盗魔中,那可是大名鼎鼎,以继父原鹰原神在其内,几乎相当于第二肉身一般的宝物,含有魔修修炼成。 听说要炼成此宝,不但要收集上百种不同的灵兽精血,而且要修炼几种特殊的魔弓功法,才能够将此珠炼化得得心应手。 而且此珠具体炼制之法,据说早已下落不明,可没想到竟落到了阴魔宗的手中,并让此老魔炼制而成。 不过,这也是他的一个契机,只要此珠一接近,他就用不惜大量的避邪神雷困住此珠,然后再用三燕扇出其不意的一击。 不管此珠到底有何神通,也不可能在宝扇的威能下丝毫无损。 就在寒厉思量好对策,准备迎头给老魔一击时,内道飞逝而来的血芒在途中突然一顿,珠上窜出了持许高的血焰, 一闪之下就在原地凭空消失。 寒厉心中一灵,神识急忙朝四下放出,生怕老魔用盾树击近身旁而不自知。 但下一刻,寒厉有些震住了,因为血魔珠裹着火焰再次献出后, 献身的竟不是寒厉附近某处而遥遥一侧的北极元光镜之前, 然后那边传来老魔一声狂笑。 小子,你真当老夫糊涂了不成,在这里和你两个高级修士拼到, 钱某怎会做这等蠢事,等到了外面找齐了人手,老夫再好好招待二位。 话音未落,血魔珠一头扎进了荧光闪闪, 犹如波浪般的密密麻麻隐私中,看似愁出异常。 但是在此处泛出的血色光焰燃烧下,纷纷消融溃散,竟无法再困住的样子。 这时,寒厉才醒过神来,但明显追之不及。 虽然大感意外,但奇怪的是, 其脸上却并没有露出丝毫慌乱之色, 反而是木然地一转手, 看了一下和龟灵斗在一起的五子童心魔。 这件巨骷髅手中的骨刀,仍被捂得犀利不断。 丝毫没有一同想要退走的样子, 寒厉神色一动, 就才背后铃鸣声响起, 一对鱼翅浮现而出, 随即荧光一闪,身形在原地凭空消失。 突然,同样出现在了一侧的北极圆光前。 他死死地盯着老魔逃走的方向, 单手一抬,那把三燕扇就出现在手中, 随即面上略一犹豫, 寒厉又一张口, 一团清光包裹着某物, 也喷出了口外。 里面隐隐约约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顶, 竟是那只须天宝顶。 寒厉这才做好了一切, 背极圆光忽然传来一声巨响, 随即隐隐传来前老魔的几句咒骂。 背极圆光一阵晃动, 一团血芒和一团荧光一前一后从里面飞射而出。 前面那一道正是被血焰包裹的血魔珠, 只是此刻的血焰似乎小了少半。 而在身后的光团, 荧光刺目让人无法看清楚, 但仿佛有一个瘦缺的人影在里面晃动的样子。 前老魔一剑寒厉躲在了前面, 心中一灵, 血魔珠不禁一顿, 后面荧光中人影则趁着机会一动, 一张巴掌大小的火红小弓出现在手中。 抬手虚空一拉弓弦, 顿时无数道红色箭矢密密麻麻地击手而出。 而与此同时, 韩丽也诡异地冲老魔一笑, 手中三燕扇一亮, 在凤鸣声中, 一股三色火焰从扇上涌出, 瞬间化为了一只火鸟突向血魔珠。 前后夹击之势顿城, 前老魔心中大惊, 三燕扇的威力他可是见过一次, 自然绝不肯应接, 但是后面这人的攻击也同样犀利无比。 他先前一步留神, 就已经吃了一个不小的亏。 无奈之下, 血魔珠一声尖笑, 骤然向后面倒退而去。 同时血光大仗, 一个灰蒙蒙的鬼脸在珠上浮现。 一张口, 一道黑色阴气喷出, 瞬间化为一杆数寸大小的番旗, 阴风狂涨, 此番化为了数尺大小, 阴气骤身闭光闪闪, 阴罗番。 韩丽眨眼间就认出了此物的来历, 除了魔气更加浓郁外, 此物几乎和先前得到的那杆一般无二。 老魔身为阴罗宗大长老, 有此等法宝倒也不稀奇。 韩丽心念如电的飞快一转, 而就在这时, 此番已在血魔珠身前一展, 附近立刻阴气大作, 黑雾弥漫, 一个个扭曲变形的鬼头纷纷在魔气中涌现, 口喷灵火, 迎向那漫天火石。 见识自然也没客气, 狠狠地射入阴气中, 爆裂声响成一片, 但趁此机会, 前老魔却在此番的威能下, 驾驭血魔珠和鬼罗番向一侧顿去, 趁机还向后面望了一眼。 这见那只火凤双翅一盏, 紧追其背后不放, 老魔心中大灵, 心中一狠心。 那面番, 绿光大放之下, 番面上骤然出现了一个黑洞, 漆黑如墨地阴气一冒而出, 从里面一下跳出一个寸许高的小鬼出来, 此鬼一飞出番旗, 体型立马狂胀, 净化为一只身高杖虚, 轻面獠牙的厉鬼。 此鬼身披乌黑油亮的战甲, 手中还持着一杆拖天叉, 叉肩上绿火淋漓, 竟一副全身披挂神通不小的样子。 这绿鬼似乎被番旗静置了许久, 刚一变身完毕, 尚未看清楚附近情形, 就兴奋地立笑起来, 但马上长肖戛然而止, 因为那三色火鸟已经扑到了鬼物跟前。 恶鬼面上一惊, 急忙之下只能一张口, 慌慌张张地喷出一团漆黑的阴气来, 同时手上托天叉一举, 就想抵住火鸟的靠前。 也难怪此鬼倒霉, 以其神通, 纵然没有钱老摩和韩丽等人厉害, 但也不下于普通的原因初期修饰, 但被囚禁在藩中数百年, 刚刚现世就碰到了三燕扇这种异宝, 再加上一时疏忽, 根本为仔细打量三色火鸟, 就将它当成了普通灵琴来处理。 如此一来, 轰的一声闷响, 火鸟和阴气接触的瞬间爆裂了开来, 一轮神秘光运, 诡异浮现, 一丈一缩间, 骤然扩大了十余丈之光。 微能之内, 三色符文骤然涌现, 将那恶鬼及附近的阴气化为了乌有。 血魔珠趁此阻挡, 用阴锣翻一锅, 一下顿出了三色光运之外, 躲过了此劫。 感谢观看